好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樹人家商校門口前方 地面上有多處血跡 安全帽和拖鞋掉落在一旁 因為稍早這裡發生鬥毆事件 應該是蠻多的 受傷怎樣 沒看到 應該蠻多的 這砍啊 拿刀子砍啊 要去問女生吧 他是請校門嗎 不曉得 事發在23號凌晨 新北市樹林區樹人家商校門前 警方獲報有人打架 到場時衝突 已經結束 但在地面上發現血跡 據了解蔡姓男子 經常性騷擾 鄒姓男子的女友 雙方各自邀約 庶民友人 在庶人家商前鬥毆 造成四人受傷送醫 沒有生命危險 雙方是因為男女感情糾紛 引發爭鋒吃醋 相約談判鬥毆 並無幫派間 因詐欺 毒品等分張不均之情勢 神氣情形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 以上最新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